这时地藏菩萨成佛威神力 从座位站起来 在佛前跪地合掌说 世尊 我观夜道众生所做的布施 有轻有众 有一生受福 有十生受福 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愿世尊为我开示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我现在刀立天宫的法会中 说严福提众生的布施 较量功德轻重 你应当注意听 我来为你解说 地藏菩萨对佛说 我对此事有所疑惑 所以很乐意来聆听 世尊您的解说 佛告诉地藏菩萨说 难言福提世界各国的国王 载辅大臣 大长者 王族大刹吏 大婆罗门等 若遇见低贱贫穷的人民 乃至种种芒雅 吃龙的残废者 这国王或载辅大臣等 欲不失时 若能具大慈悲心 谦卑含笑 亲手布施 或请人待施 且以软言安慰贫苦众生 这国王等所获福利 就如布施百恒河沙树佛 功德之力 这是因为国王等 对贫贱残废者 发大慈心 所以获此福报 在百千生中 常得七宝具足 何况衣食等等 更是享用不尽了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有国王 婆罗门等 遇见佛塔寺 佛形象 或菩萨 生文 辟之佛像等 若能亲自迎办供养不失 这国王等 当得三结为地势身 受圣妙乐 若能以此布施福利 回向法界 这大国王等 将于十节中 常作大犯天王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有国王 婆罗门等 遇见先佛塔寺 或金像 毁坏破络 若能发心修补 这国王等 或亲自迎办 或劝他人 乃至百千人等 布施结缘 这国王等 将在百千生中 常作转轮圣王 与他一样的布施者 将在百千生中 常作小国王 若更能于塔寺前 发心回向法界 这些国王 或其他同行布施的人 将进城佛道 因为这功德国报 是无量无边的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有国王 及婆罗门等 看见许多老人 病人 及产妇 若能生一念 大慈心 布施医药 饮食 卧具 使令安乐 如此的福利 是最不可思议的 他们将在一百节中 常作禁居天主 二百节中 常作六欲天主 而后将就近成佛 永不堕恶道 乃至百千声中 而闻不到教苦声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中 有国王 及婆罗门等 能如此布施 而更能回向 不论多少 皆能必经成佛 何况是 示范转轮王等果报 因此 地藏 你当普劝众生 如此学习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在佛法中 种下很小的善根 好像毛法杀尘 那么的少 但是他们受到的福德利益 也是不能比喻的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遇见佛形象 菩萨形象 辟知佛形象 转轮王形象 而布施供养 此人将得 无量福 常在人天 受圣妙乐 若能将此福德 回向法界 此人的福利 更将大的 无法比喻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遇见 大圣经典 或听闻 一记一句 恭敬赞叹 发心布施供养 此人将获得 无量的大果报 若更能回向法界 他的福德利益 则不能言喻 再者 地藏 若未来世中 有人遇见佛塔寺 大圣经典 见识新的 则去布施供养 瞻理赞叹 恭敬合掌 若是旧的 或坏的 则去修补整理 或自己发心 或劝多人 共同发心来做 像这些人 将在三十生中 常做小国王 若是自己 发心去做 或劝他人 共同去做 此人可常做 转轮王 还会用善法 去教化 其他小国的国王 再者 地藏 未来世中 若有人于佛法中 所种善根 布施供养 修补塔寺 或装理经典 乃至像毛法 沉沙般 少许的善事 若能回向法界 此人功德 能在百千生中 受圣妙乐 但若只是 回向自己眷属 或自身利益 像这样的果报 就只有三生的受乐 所以若能舍了一份 则将获得万份的果报 因此 地藏 布施因缘的事实 就是这样 玉米津 玉米津